来到5月15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产线报 我是凯璇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新增4140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而死亡病例在天44宗 刷新单热新高纪录 而中症患者人数也突破500人 显示疫情数据发展趋势没有最多 只有更多 国内各州今天皆出现新增确诊病例 雪州则以1507宗确诊病例位居全国之冠 此外 死亡病例和重症患者人数双双创新高 加护病房患者首次突破500人 达到503人 死亡病例44宗 此前最高纪录是5月12号的39宗死亡病例 马大热带传染病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沙扎里认为 国内或许已经出现 更具传染力的本土变种病毒株 该中心最近就发现了两种潜在的变种病毒株 但这只是众多变种病毒株的冰山一角 他说大家都在关注印度双重变种病毒的同时 没有发现国内很可能已经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而正在助长当前的疫情 来关心其他州属的疫情 滨城六条路伯特安老院爆发感染群 36名确诊者已分别入院治疗和被送往找一隔离中心 目前仍有79名老人家和看护人员在院内接受隔离10天 等候检测报告出炉 目前安老院内部已经消毒 隔离期间行动党彭加兰哥达区州议员魏子森将提供膳食 雪州蒲种一名80多岁老翁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后发烧不退 两星期后送院检验 重实确诊新冠肺炎 老翁上个月27号接种第一剂疫苗 本月5号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后来病情热愈加剧 送院检验竟发现已经确诊 目前老翁的病况不乐观 院方通知家人要有心理准备 由于无法证明老翁病况是因接种疫苗造成 家人暂时不打算追究 冰岛一名华清冠病康复者 把在隔离中心的6天生活 用视频方式全录下来 并感恩医护人员大热天全副武装 为病患检查身体清理垃圾 洗厕所消毒等 让他感叹最辛苦的不是隔离者 而是前线医护人员 华清Alex Y昨天上载YouTube视频 暂时他在涨移低风险 冠病隔离和治疗中心的6天生活 他坦言隔离中心环境和卫生算勉强及格 且隔离中心热夜温差太大 白天太热晚上太冷 就已经是大家有看到了 就是重要的不要被分派在一楼一楼边 真的是太多歪劳了 如果是被分到二楼 就是在我这里的状况是算还好的 吃的话一天有三餐 就是在8点12点还有6点期间呢 就是没有给任何的食物 Alex也提醒隔离者入住前 需要携带一般常用洗刷用品和简便食物 他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 毕竟用来进入隔离中心的入门票 可能是生命的牺牲 彭亨州疫情严峻 关单中央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 爪瓦尼通过彭亨州官媒录制一段视频 呼吁民众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尽早阻断新冠肺炎感染链 因为医护人员也有家人朋友 也想回家和亲友见面 mungkin sekarang saya rasa semua orang sibuk kata nak balik kampung nak raya kan saya tak tahu apa perasaan orang yang berkata-kata tapi kami sendiri pun nak balik kampung kami sendiri pun nak balik raya 爪瓦尼说 医療团队第二年和官兵过开在节 人们似乎忘了 医护人员也有家人 他述说这些并非要投诉或博取同情 只是希望民众了解目前冠病的严重性 为了遏制印度变种病毒入侵我国 交通部长拿都斯里未嘉祥今天宣布 在落实行动管制令期间 从印度各港口前来大马的外国籍船员 一律禁止在港口下船 至于大马籍船员在下船后 必须强制隔离14天 魏家祥指出 与大马海事局和多个港口商议后 大家都决定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如果发现存有新冠肺炎症状的船只 就必须隔离14天 相反 获得卫生部批准的外国船只 就无需隔离 同时政府也规定 码头的工作人员必须身穿个人防护装备 至于飞码头工作人员在未经卫生部允许下 禁止进入停靠港口的船只 此外 政府在5月12号展开印度撤侨行动 尽管在上机前的检测结果 皆成阴性反应 但这132人抵马后再度接受冠病检测时 其中7人确诊了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昨晚就宣布 进行风险评估后一决 这132名乘客和20名参与行动的职员 隔离期从原本的14天延长到21天 卫生部也会持续监督情况和进行风险评估 以决定是否全面延长从印度入境大马的隔离期限 在一个月前闹自杀的网红杨宝贝 承认因为耗赌而闹出欺诈事件 他最近都非常努力工作还债并坦言 还完债过后就考虑不要再继续当网红 因为对他的忧郁症病情不是很好 杨宝贝昨晚透过一场直播指出 至今他病情还没有稳定 经常情绪失控 这段期间都是家人陪他度过 之前直播带祸时 因为流言攻击太强烈让他忍不住当场失控 他坦言当网红十分压力 现在工作所有的钱都拿去还债 还清债务后应该会退出网红圈子 换个焦点 家央一名老妇独自到森林寻找足损后下落不明 被寻货时已经身亡 身上有40到50处被土风试伤的伤痕 警方指出老妇昨天独自到森林寻找足损 中午12点都没有回家 电话也联络不上 因此家人报警 最终在晚上7点在林中发现老妇的遗体 赌信难除 行动管制令期间 网络赌博集团依然开业 甚至还有赌客上门拒赌 警方接获消息后展开逮捕行动 逮捕一名勘厂和两名赌客 警方昨晚9点到司理上逃杀一间单位 展开取地行动 期货6台电脑和160令吉现款 警方也呼吁民众 如果发现任何网络赌博集团地点 可以致电警方提供详情 来关心国际大事 中国苏州和武汉昨晚遭酒及龙卷风袭击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380多人受伤 期间也吓起高球大小般的冰袍 很多人都备受惊吓 武汉昨晚8点多迎来龙卷风 导致部分村湾房屋受损 大量树木折断 部分公棚倒塌 官方单位也紧急组织救灾队伍深入灾区 惨遭龙卷风袭击的不只是武汉 苏州市昨晚7点也出现龙卷风 多处电力房屋受损 电线杆也被吹倒 民众形容 当时风云变色 雷电交加 就如电影特效 非常吓人 把镜头转向以色列 以巴冲突持续升级 以色列军周五凌晨发动攻势 40分钟内出动160架战机 投证80吨炸药 破坏哈马斯组织用于躲避空袭和监视的隧道网络 以阻止哈马斯组织针对以色列城镇的火箭炮袭击 这也是冲突 周一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 许多房屋一息全毁 攻势导致至少1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包括一名母亲和三名子女 更有一位巴勒斯坦父亲和亲友正在痛哭 因他四名孩子都遭以色列导弹空袭全部丧生 来关心亚洲疫情 台湾本土疫情蔓延 昨天担任新增180中冠病确诊病例 创担任新高 因此政府宣布5月15号到5月28号 新北市和台北市防疫警戒升至第三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也讲解一些防疫措施 包括关闭全台娱乐场所和中小学 要求外出时全程要被戴口罩 然后第二个避免不必要的移动活动或集会 停止室内5人室外10人以上的家庭聚会 印度方面 印度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已经触顶 或将在未来几天内触顶 但距离这波疫情结束 恐怕还有一段长路 印度担任新增确诊6号达到41万4千例高峰后 过去一周已大幅下降 周五通报确诊为36万2727中 但这并非首次出现的现象 之前几次确诊数下跌后又再度攀升 世界卫生组织周五表示 民众即便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处于病毒正在蔓延的地区 依然需要戴上口罩 此外 印度正苦于持续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 急需疫苗资源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周五立促复国 停止为青少年孩童接种疫苗 把疫苗留给全国 配合明天教师节 教总特别推出歌曲 老师亦难忘 感谢老师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改变教学模式 依然坚守岗位 完成使命 也为老师加油打气 新闻的最后 让大家听听 由19名教师集体的创作 也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位 默默耕耘的老师 和您先说声 老师您辛苦了 我是凯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希望彼此多了解